想什么呢 我刚才在楼下 好像看见李一新了 他大半夜在你家楼下干吗 你看错了吧 穿着打扮和你那么像的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会不会是他有什么别的朋友 也住这个小区 是啊 要找我 为什么不去学校呢 有可能是我看错了 明天我去学校当面问问他 你去玩吧 行了 去 去 去 十小匙啊 东西我带来了 我们说好了的 我给你我整容前的照片 你把当天的完整视频给我 视频呢 你把照片给我 视频我自然就会给你 不过李一新 你跟这肖肖有什么关系啊 为了帮他洗清在网上的骂名 这么忙起忙后 他是为了帮我出头才被骂的 而且他并没有做错 不 这一切 都是你们恶意剪辑视频误会的 不管照片给我 给我 李一新 长成这样谁还去整容啊 你以为你拿理上不知道是谁的照片 就能糊弄我了吗 既然这样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现在就把所有视频全都删除 你给我 你放开你 干什么 快 快 没事吧 肖肖 你怎么来了 林老师跟我说你受伤了 我就立马过来了 你的 肖肖 走 医生 那麻烦你了 李一新说呀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求孙蕊 要他把完整的视频交出来 好替你证明 结果孙蕊 就用这件事情要挟上他了 他昨天来找你 就是想商量这件事的 可是他来找我 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呢 而且他为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他说他在犹豫 没有下定决心找你求助 正走到小区 所以孙蕊就给他发消息 提出了这么一个 跟恶作剧一样的交管条件 李一新觉得他自己能搞定 就没有提前联系你 原来这整件事情 那幕后挥手 果然就是那个孙蕊 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学校了 有人会找孙蕊谈话的 一新这个傻丫头 还总想着为我证明 其实她自己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 怎么了 一新 一新 怎么样啊 一生怎么说的 会留爸妈 对不起啊一新 都是因为 不要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你明明是为我出头 结果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都是我爱的 放心吧 可以找权威的皮肤科医生看看 不会留爸的 你们先聊 我去拿药 你把我给你玩了 我以为你给你玩了 我以为你玩了 你会要这么多 一新 一新 你之前跟我说你喜欢的那个人 是不是林老师 你还在这儿